迪利波里南部一座军事基地的仓库内 昨天惊现53具胶骨遗骸 而据猜测 这些遗骸属于被政府军囚禁的犯人 满地胶黑的尸体 触目惊心的白骨 整座农场的仓库里发散着死亡的气味 仓库内墙面熏黑 有焚烧的痕迹 墙面上还留有清晰可见的弹孔 此案发生在几天前 一名幸存者透露 此前自己与120人 即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牢房内 卡扎菲的阿齐齐亚兵营被攻破的消息传来后 一些众于卡扎菲的部下 把他们转移到这里 用冲锋枪和手榴弹处决犯人 然后把他们复制一具 仓库外发现了三具尸体 他们双手反绑身着军装 50米开外的另一间仓库 也有一些囚犯烧焦的尸体 但还无法确认受害者 到底是平民还是士兵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